周术回战160话,脑花承认虎张是自己的儿子,左左幕被带到结界外。 虽然色谷事变的剧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接近一年的时间,但在漫画当中,在虎张来到仙台结界的时候,一共才过去了13天。 在上一话中,日车宽剑的回忆,让我们看到了浮黑会计划的可行性,只要能够与日车宽剑达成共识,那么今美季也就能够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,先一步退出来。 左左幕 160话并没有继续回忆日车宽剑,开篇就是脑花时分泄的模样,让人第一个联想到的词就是不要脑花。 虽然很久没有见到她的模样了,但目前大事件的发展,完全按照她的计划进行着,而这一块她面见的这位名叫左左幕的女孩,则让人细思极恐。 因为左左幕是虎杖高中灵力社团的社长,正是因为她捡回了素挪的手指,才导致虎杖今天与素挪共生的局面。 卷所找到左左幕,给人的感觉就是,这一切都在她的安排当中。 卷所施展了咒术,让她的左左幕以为自己在梦境中与卷所相遇,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是卷所进入到了左左幕的梦境,然后让她梦游,从姐姐内部,走到姐姐的外部。 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做,仅仅从这一话,还不足以推断出卷所到底要在干什么,但卷所在游戏开始之前,帮他们用了唯一一次输到姐姐外的机会,那么他们如果想要回去,也就只能乖乖成为玩家。 我觉得卷所的这个如意算盘大得是十分之好,因为被带出来的人,基本都是身无分文,他们重要的东西都在结界内。 只要不是每个人都知晓规则,那么就一定会有无知者进入到结界当中。 如此一来,即便他们后续醒悟,也无法离开结界。 现在身无分文,想要十分理智地在结界外面安稳生活,基本不可能,像左左幕正般穿着睡衣出来的,一枚钱,二枚通讯设备,附近有亲朋好友还好说,但这终究只是美好的猜想。 在梦境当中,卷所对左左幕说谢谢他成为了他儿子的朋友,后面左左幕醒来之后,和警口对峙梦境的内容,发现他并不知道这些话。 这也就说明,卷所对左左幕多说了一些话,比如仅有一次离开出口的机会。 虽然这坐实了卷所就是苦账的妈妈,但还是让人有点难以相信,这次会为了自己的儿子而对他的朋友忘开一面,所以他做出这个行为的目的。 所以,我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,具体还得看后续的内容。 开启回游 卷所这边告一段落,而虎丈等人也做好了分头行动的准备,其中扶黑与虎丈去一区,胖达在二区找天使,趁金四找陆子云一等人挑逝,兴气罗罗则在结界外待机。 虽然战略分散了,虽然战略分散了,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本身就不是打架,相对来说,这样的分配还是十分合理的,除开趁金四失去打架以外,虎丈与扶黑找金美技,胖达鼻子灵。 赵天使会更加便利,由于通讯设备无法与结界内联系,所以安排兴气罗罗在结界外部等待,如此一来,也就做到了里应外壳,而漫画剧情到160画,死灭回游也正式进入了正题。 大家认为脑花为什么要这么做?